清退威姆斯 赔偿韩德军 韩德军200小时之后是正式表态 杜丰这回是不能够再犹豫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9点区 9点区咱们聊9点 在视频的开头还是希望大家能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让更多喜欢韩德军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 我们扬归正传 CBA常规赛是继续进行 而现在距离韩德军被打已经是过去了200小时 那么韩德军到底怎么样了呢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了 韩德军这次被打确实是比较冤枉 而现在韩德军已经是到了沈阳进行住院的治疗 据说除了鼻鼓骨折之外 韩德军还是眼球充血了很久 种的是非常的厉害 而现在韩德军的势力肯定会受到影响 因此现在韩德军可能面临职业生涯的退役抉择 不过韩德军受伤之后 广州是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威姆斯甚至至今都没有道歉 而且林书豪 富兰克林 马上布勒克斯更是帮助威姆斯炮轰韩德军 甚至林书豪的发言表态 也是让中国球迷感到伤心 并林书豪在NBA打不上比赛 来到中国之后却受到了中国球迷的尊敬 而如今也认为韩德军是做的不对 确实是不应该 而如今韩德军也是正式表态 而韩德军的一番话 杜丰是不能够再犹豫了 韩德军表示自己不应该打人 更不应该在球场上有过激的冲动行为 韩德军也向辽宁球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也造成了辽宁那俩的内向上是无人可用 不过粉丝并没有责怪韩德军 而且并且不接受韩德军的道歉 因为韩德军并没有错 而威姆斯现在干什么去了呢 据说是离开了长春赛学 而是跑到了东莞 并且晒出了很多吃喝玩乐的图片 这不是有意的讽刺韩德军吗 杜丰确实是不能够再犹豫了 如今杜丰更是招来了第三的外员莱多 莱多的首秀是惊艳到了所有人 甚至一度让球迷表示 杜丰是不是已经放弃威姆斯了 而且让莱多取代威姆斯 不过这也不排除 杜丰是有意让威姆斯躲避风波 必定第三阶段威姆斯才能够上涨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杜丰是不能够再盈喻了 应该让威姆斯是彻底的离开中国 并且赔偿韩德军的医药费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右上角的关注按钮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